各略新聞稿的發送 以及對於公司內部文化企業的整合 比如說你的月刊 季刊 對於公司文化價值的建立 這也是很重要 再來就是對外的廣告購買 一業合作是我們最近極力推的 因為一加一已經希望它的效益可以大於二 一業合作的對象包括有很多 有媒體業 金融業 軟體遊戲業 甚至是通路業 我們會選擇跟我們的媒體通路 其實是有加成效果的 甚至有很多政府單位來找我們合作 我們是基於公益或是基於互惠的原則 我們會把通路的力量釋放出來 另外還有就是公益獲獎 通路行銷 剛才你可以看到 通路行銷其實就包含了你的門店人員的 一個口速 一個訓練 而且你的一個平面的一個擺設擺制 都是屬於這個通路行銷的一種 那在媒體曝光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操作的比較多的 那其實有很多中小企業來講 他在媒體曝光這一塊 他們有很多的一個資源 那他也許就是說可以選擇 就是比較議題式的操作方式 去讓你的這個品牌呢 有一個曝光的一個效果 那基本上呢 就是說用這個議題式的一個行銷 比較可以抓住一些 就是媒體媒體的一個曝光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就是說 媒體只是一個加成的效果 不管你好更換 它都會加成的方大 所以你在 就是說在媒體策略的時候 也要非常小心就是說 在新聞在危機處理的時候 危機發生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處理 然後才不會傷到這個品牌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企業 他往往就是一個危機處理不剩 他可能累積個三五十年的這種信譽 就毀基於一代 我們常將品牌品牌 品牌是什麼 品牌就是一個人的信譽 那公司的品牌是什麼 就是公司的信譽 所以說在這個媒體這一塊 當然我們要先把自己的品質先把關好 然後違法的事情不要做 把自己的這個社會責任做好之外呢 如果還發生事情 那就要把危機處理做好 那這就是一個媒體一個狀況 那我這邊不知道 對我想說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美國的 因為既然講這個我們的國際的品牌 那我跟大家看一下影片比較快 美國的影片跟中國大陸的影片 你會看到他經營的方式 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大概 呃 八分鐘多鐘 我大概播個三分鐘給大家看一下 歡迎來到教室的國際 在不景氣當中 你可以看到有個大老闆正在思考 因為經營的品牌彈何容易 這個老闆他選擇往前衝 他的咖啡店直接衝進了美國廣大的消費市場 直接跟第一組牌對決 只是沒想到他的第一站 贏了 這是85度C 在美西的電 40瓶大小的店面 第一個月就創出了1200萬台幣的加息 連美國媒體CNN都嚇了一大跳 包括了大型媒體都來採訪 他們認為第一個獲售的要素 應該就是價格 舉例來說 他的咖啡 他的咖啡售價2.25美元一杯 足足比對手便宜了四成 更賺錢的是這些蛋糕跟麵包 因為這些造型在老外的眼中 太精緻 太不可思議了 那麼就算不景氣 門口排隊的人潮 依舊沒有退去 柔心的紫白色裝牌 取代一步的金色層上 一般人只要我們被家中 炙熱的陽光給下跑 就是如果手上的一個又一個 對對美女的心情要放隨便宜 請她們回來 排隊 夜白月 不如掃揍咖啡售的機構 把電門一打開 雙手同樣 又能出貨 電視線 就是臺灣城製的互助業者 把手機器打開美國市場的 電視線 在直面 搭出了爾灣室 這也是當時為止 常在美國的唯一線店面 小小空間 在當時沒有程度 更沒有廣告 靠著 這兩枚程度時間下來 他們覺得沒有錯 那如何征服老美的人 因為 美國當地這裡的 飲食習慣不同 跟台灣人不同 所以我們在 蛋糕的造型上 或是甜度上 都提高30% 從臺灣開駐美國 新島的新年師 胡楊俊秋 並想到 參與實際的 酬飲機炭 是很嚴重 他就為了 不合當年的口味 他們的供應 超整 又嘗試了兩三個月 不止甜度要提升 它是臺灣人熟悉的原型蛋糕 到了美國 也不太吃得開 他們只好多增加一些 當心的 所以這個過程 真的是很 很繁重 就是嗎 什麼也就是製作到 對對 盡量說 試出來的原料 是跟 臺灣的產品是一樣的 但是口味上 沒有很大的差別 對 有吃到可以泡嗎 有 有 有意思 這蒼柔的以後 是一年算起 不堅持 畢竟是來自臺灣的品牌 明星臺灣味 他們還是 不願放棄 傍晚時分 進入外國男子 走進店裡 有著他 一粒好的 特製蛋糕 直接工作人員 仔細地 在裝飾精緻的 紅色帶方上頭 寫上 結婚周年紀念 等的企量 希望你會再次 再次 每個月都會 只要你 從現在開始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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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這真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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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顧客臉上 滿足的笑容 他們品牌 不只打進美國市場 更打入當地人的 欺慣裡 好 那這個是美國的一個狀況 再給大家看一下 右下角 這個是 我們在上海的一個 門店的情況 小林明王古董 小林明王古董 这是上海的八十多C 一眼望去 人潮多辆想来到火车站 小小一家店 一下子挤进了十多位实习员工 八十多C 正为了快速展店 积极预备人力 累积那么多年的能量 想给他少来考证 看好的机会 或许有一天台湾的烘焙业 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大烘焙业 也有可能 抱着这样的期许 2007年底 八十五C 用新鲜线作 平价化的创新模式 进军上海 第一年就开出23家分店 每个月以六家店的速度 继续扩张 家家依然门停落势 第一次从这边过的时候 就给人家每次来买 这些人特别多 买他们特别多一家吧 然后就吸引我过来 少来人过去只吃泡饭 只喝粥 现在改吃起面包 改喝咖啡 改变他们的 竟然不是诞生面包的西方国度 而是台商 究竟台商凭什么颠覆西方历史悠久的烘焙世界 把面包变成平价又奢华的魔术师 就是他 郑吉隆 上海八十五毒C生产部门的总召集人 他过去是多家五辛级饭店的主厨 现在是八十五毒C四大天王主厨之一 如今他更大的心愿是让台湾的烘焙 明映海外 然而 两岸民情大不同 来自台湾的影视文化 要如何移植呢 来 先插蛋 插包吧 在作业书上面怎么写 哪一个是蛋 既从你成品 我就可以看得出你的作业流程 比较多 它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有干脆的 凯扣 必扣 都是作业书 八十五细 将台湾的标准化作业流程带过来 所有产品 全部拍成照片 白纸黑色记录下来 却宝贝家店的产品 都长得一模一样 一次又一次的要求 要让当地厨师知道 好吃的糕点 就应该这么讲究 我不要准备出西米的不准差 它这个汤就告诉你 角度要差 差怎么差 现在应该长什么样子 金桃要放哪里 今天来到的酷炉 才没几分钟 刚好好的面包又抽龙了 热火风的拿在布克手里 八十五细希望伴受的 不只是商品本身 更是一份幸福感 因此郑吉隆要求 面包一天要出炉八次以上 感性诉求的背后 依赖的是精准的数据分析 店主厨随时调整 即将出炉的面包平项 郑吉隆希望让当地厨师知道 面包要吃进心海里 就必须走出厨房 看见消费者 这些办法也有不见 搜索出来的客人是什么样的客人 比如说都是四十几岁以上的五六十岁 那可能我的商品结构不对 可能我要出一些高签啊 高杂粮啊 更软一点 然后一点脚 违绑 违绑是不是你的店 是 违绑三个月的蛋糕报备多少 三个月的蛋糕报备一点 还是这个月的蛋糕报备一点事 是 师傅 我们进德瑞楼 收起谈论高点时的热情 晚上七点 郑吉隆板起连口 历生质问材料损耗的问题 这是每周召开的检讨大会 十五位区域主厨 齐聚一堂 各个烘焙手艺精湛 但开会谈的却全是数字 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绩效 郑吉隆拿出台湾惯用的绩效管理 让这些传统烘焙业出身的当地厨师 很不适应 几乎从不脱下 住厨制服的郑吉隆 以新以厨师为荣 他要证明 既既出身的厨师 也能开创一片天 2009年起 上海发输如鸡 发美加门市的厨房 都当工程来管 Proson Hall 抓成本 所有厨师 因为这个比较长 那我大概就播放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陆 跟在美国的门店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整个的媒体的曝光 除了说有一些专题式的一个报道之外 曾经这个CNN跟这个 Financial Times 也对这个我们老板有过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 还有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产品 海盐咖啡 那是在台湾研发 可是他最后就是在海外卖的比台湾还要好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口味 大家有听过这个咸 咸这个 你有喝过咸豆浆 可是你可能没有喝过咸咖啡 对 它就是一个咸咖啡 就是说 但它不是整个是咸的咸咖啡 它是整个上面泡沫 是用海盐去调味出来 去打出来的 所以你喝到泡沫的时候 它是有点淡淡的咸 当它跟下面的这个咸咖啡液 在融合的时候 它的那个组织 Texture 就比较明显 那这个因为 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 反而我们在海外的店 单店的这个单 一天的来客数 杯数就可以达到250杯 所以你说媒体报道 当然很有用 就是说 但是你东西是真的要 有那个特色 不是说媒体报道过一次 然后你就拿来用 就一定声音就会好 不一定 就是说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是一个助益 它绝对是一个助益 但是就是说 你的东西就是 一定要有到那样子的学者 跟品质 媒体报道是你的加成效果 那也是一样 负面的东西出来 媒体也是会加成效果 因为我自己本人从媒体出来的时候 非常了解 就是说媒体在整个 品牌操作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角色跟地位 那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 企业的经营领导人 甚至专业经理人 也都必须要上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了解就是说 在品牌操作的过程当中 对于媒体的应对 需要怎样才是合适的 那其他国际媒体的报导 但美国的这个国家广播电台 还有这个路透社 都曾经专款过我们的这个 海盐咖啡以及我们的美国电脑 那这是经济学人 那时候因为 因为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他们非常讶异 在美国有一家小店 他竟然每天的来客数 可以达到七百 刚开店的也就可以达到七百 后来陆续增加到一千五百人 那他就去那个 Jumboree那个广场 去访问了几家店 那有很多 那时候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拉丁美洲人开的店 或者是一些美国人开的店 都那个广场都是收收关关的 都已经倒了好几家 那只有这家店 在那时候 奇怪 反而人还一直很多那样 那可能是因为那个 金融不景气的时候 我们评价的产品 越容易吸引到顾客 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当然啦 他的我们的利息点 我们当初 85度期在台湾窜息 也刚好是台湾有那个 双卡金融风暴的时候 那我们的定位就很清楚明确 我就是评价 你一杯咖啡 我一样给你瓜地马拉来的 阿拉比达咖啡豆的咖啡 可是我一杯子 手里35块到40块 那只是我可能 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氛围 跟环境 让你们在里面吹冷气啊 或是有 我们后来有稍微有改变一些店铺 但是那个位置都不够多 那因为星巴克他所求的是第三人文空间 那我们的诉求是 这个性价比高的 这个快速服务的一个 一个状况 定位不太一样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 媒体曝光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刚刚有提到过 内部的一个 企业文化兼体相当重要 那我来这边三年多 我来之后 就帮他们 帮这个巴士顿西弄了一个 季刊跟月刊 原本是月刊啊 那其实月刊跟季刊 它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是说你可以拉近 员工跟你的总部的一些距离 因为我们的员工散布在 世界各地嘛 所以他对于总部的了解 也许只能透过E-mail 或者是每年的尾牙的影片的分享 那平常的时候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刊物 也里面有一些 呃我们企业正在发生了一些大小事 那也有董事长的话 然后也有我们这个里程碑 历程碑 甚至是这个做得好的门店 他们怎么做的 那所以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商业机密在 包括你的这个冠军的产品是哪些 我们每个地方都会分享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一个内部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 品牌电视广告 我们是在2009年的时候打第一支 那时候才打第一支的品牌电视广告 那我想播给 播35秒版的 不好意思 播35秒版的给 给大家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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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think of Baby you're in my arms What a joy it is to drive you To be blessed with your love You're always my baby Please stand in love 為全世界的人找到珍貴時刻 You're alive 歡迎全球四百變 九秋里德 遇到暴徹 這就是我們第一支推出的一個電視廣告 當時呢 我們是因為有一個調查 常常就是說 當人家問他 其實我們的來客室或是什麼生意啊 都是比較好的 可是當一般常去咖啡店的人 如果你問他說 你心目中的理想品牌是什麼 那他可能會回答你星巴克 但他實際上可能是走到我店鋪裡面來消費的人 那我們怎麼樣彌補他中間的這種差距 他其實是行動上是支持你的 可是當他問你理想品牌的時候 他可能會回答星巴克 那我們覺得說這個可能是 我們在這個媒體消費上面 就是說在廣告上面 在整個品牌形象的上面 我們要做一個大的一個投資跟改革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拉近跟消費者那種情感的距離 所以我們派了這支廣告 所以我們的定位就非常清楚 創造甜蜜的幸福滋味 為你找到珍貴時刻 那我們的產品在全世界各地 你可以看到他是以國際為一個主軸 不管是在昆山的台商 你吃了蔥花麵包就會想到台灣 甚至你在這個澳洲 你可以用我們的蛋糕去做國民外交 甚至在美國的 加州的一個學校的教授 他可以喝著我們的海鹽咖啡 那就是在台灣 你可以用我們的產品去分享 你的任何一個值得 珍貴值得經驗的一個時刻 那這個他的 這個形象影片就因此而誕生了 那這個也是經過一些調查 我們看到一些現象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策略的改變 然後去提升整個品牌的一個價值這樣 好 那這是其餘的一些促銷的一些廣告 因為其實促銷就是為了業績 那他跟品牌形象廣告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今年我們是 那個國燕蛋糕 我們去用賈伯斯的一個創意去做 那一頁合作 我們通常的跟一頁合作 剛剛也比較說跟很多通路 還有媒體跟進入一頁合作 那比如說媒體呢 像我們運用通路的力量 我們就讓一些新興的一些媒體 可以在我們通路擺設 他們的報章雜誌 那我藉此 換取他們報章雜誌裡面的一些廣告版面 那這個這樣的一頁合作呢 其實是相當頻繁的 那就看你有沒有慧眼式英雄 像爽報剛成立的時候 他跟UK和在台北捷運站打輸了之後 他要全省的通路來配合 那時候我們就是慧眼式英雄 他還沒有很大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合作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每年都還是給我們一些 免費的一些曝光 在爽報上面的一些版面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一年大概可以省七八百萬這種預算 那另外當然我還會下給他其他的預算 就是大家這種彼此互惠的一個原則 可以讓你的筆越走越大 然後那通路的話就是 大家結合通路的力量 你釋放你的優惠 我釋放我的優惠 我釋放滿意送醫 你釋放什麼 那十大通路合起來 你可能一本價值 價值兩萬塊的券就出來了 那這個再去做一個整體的行銷 他就可以把整體的業績 在淡季的時候 把它拉起來這樣 那另外就金融業 常常會有一些會員的服務 他們都希望送會員一些蛋糕啦 咖啡啦 那他就會直接跟我們用買券的方式 有的時候是直接買斷的方式 有的時候是可以用直接買斷 加上一些廣告互惠的一個原則這樣 那當然我們也做一些公益 剛剛提到說第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做的一些公益活動 那這三年來我們做了很多的這些公益 那當然呢 我們我們的原則 應該是說 我們領導人的一個 目前對於公益 他可能還沒有很大規模的做 也許他希望的是就是說 真正給需要幫助的人 教他們怎麼釣魚 反而給他們一筆錢還要好 所以我們就是 跟這個通路的一些合作 都是屬於這個 跟公益團體的合作 屬於一些小規模小規模的 甚至把他的東西印在產品上面 甚至捐一筆捐多少錢 或是幫他們募款 通路上募款 這樣子的方式去幫助這些公益團體 那在得獎方面呢 我們只講最近的幾年 最近這幾個月的 就是 左邊的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今年獲選 台灣前二十大國際品牌的第十一名 那品牌價值是2.19億美金 然後右邊這個是台灣百大品牌 那 今年以來得了一些獎項 包括我們這個 天下雜誌呢 觀光餐飲業的表現 目前已經是 連續兩年蟬聯冠軍了 那今年呢 應該 如果沒有太多的意外的話 應該也會是冠軍獎 那 另外呢 我們的一些主廚 我們非常鼓勵他們去參加一些國際型的一些比賽 那這不僅是 回過頭來 我們在 讓消費者知道 我們東西是 有在進步 有在 這個 注意他的品質 甚至我們的師傅 會去參加很多國際性的比賽 那他對於你這個品牌的信任度就會提升很多 那 今年我們 去年 我們在大陸那邊也參加FHA的這個比賽 今年呢 也有兩位主廚獲得這個乳酪麵包達人的一個冠軍 雙料冠軍 那 所以 除了公司的品牌獎項 師傅也要鼓勵他們去參賽 那這個回頭回來 我們就可以提升就是 我們在消費者心目中的一個品牌 他對你的一個信任度跟一個信賴感這樣 好 這個是 就是 二十大國際品牌的時候 這是董事長吳振雪先生 那時候 第一次入寶就 第十一名 而且他是 第一家的參與業者 第一次入寶這樣 好 那這是百大品牌的時候 好 那以上就是85都西的一個整個品牌的發展 以及這個發展歷程跟介紹